经典里面所说的话 全是祝福菩萨 大阿罗汉 从自性里头流出来 真意 是是真相 绝点没有虚无 所以种种庄严 是指一宝 种种佛寺 是指正宝 正宝是什么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天天讲经 讲什么经 讲一切经 这一切什么意思 你想听什么经 你听到的就是 我想听话音 我在讲堂里面 坐在那一天 就是话音 你坐在我个壁 你想听法话 你听到的就是法话 所以佛是一应说法 一应说一切法 众生 随着你的念 意念 你的爱好 你的欢喜 你想听什么 听的 果然就是 而且非常 气候你的根基 就是什么 你能听得懂 你的根基 听起来 佛讲得很浅 你的根基 你的根基很深 听起来就很深 就不是很浅 随着过人程度 随着过人领悟的能力 一直听到什么时候 你会离开讲道 你会离开你的座位 毕业了 大车大物 明星见信 你才会离开讲道 如果没有到明星见信 你决定不会 离开你的座位 这个价值 很得了 把我们自己的根性都改变了 我们根性本来是不定居的 写定居的 到极乐世界 全变成正定居 写念杂念 没有了 妄想分别职责 没有了 这是阿弥陀佛 种种复死 这从哪里来的 无所从来 也无所去 为什么 自信里头 本来居住 不是外来的 惠能大师讲的 何其自信 本质具处 这两句话 就是本质具处 所以我们想听什么经 就献什么经 想学什么经 就学什么经 随心所欲 你不学完 还想学别的 继续再听 一定听到你大吃大悟 明信兼信 你就毕业了 没有了 没有来去 自信本质 下文语比喻说 如水中月 如画所现下 如幻所化人 借一副神力骨 随中身心 而出现骨 这一句话 非常重要 到极乐世界学习 是随中生陷 这个学校 告诉诸位 变法界 虚空界 过去 现在 未来 从来没有过 阿弥陀佛 在西方世界 只是伴着一所 没有分校 我们要珍惜 我们在这里发愿 真正相信 一点怀疑没有 真正发愿求生 就在那个修校 报名了 我们动念头 阿弥陀佛知道 真动了这个念头 这恨得了啊 那你就报名 就注册了 等到语言成熟了 佛就来 接音业往生 接你去上学 到你成佛 你得大自在了 你跟阿弥陀佛一样 啊 受访世界 无量无别 诸佛刹土 有缘众身 心相思真 向佛 佛就现身 向菩萨 佛现菩萨身 啊 主要知道 是自己自信 其用啊 不是别的 记住能大师一句话 是妙诀了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我想阿弥陀佛 自信信阿弥陀佛 我想观音菩萨 自信信观音菩萨 啊 都不是外头有的 自信 圆满功德 万得万能 一切法 不在外头 全在自信 只要见信 就得大圆满 那 随 随心 随量啊 随众身心 随所知量 就是此地 随众身心 而出现物 一动念头 它就现下 念头没有了 下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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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就没有了